在路口等红灯 没想到眼前画面让他看傻了眼 一辆货车发出长长的刹车声 从左侧道路直接甩尾 车绳右侧都离开路面 之后才停了下来 货车司机似乎惊魂未定 事发就在花莲吉安黄昏市场的路口 13号中午将近一点 不过这夸张的场面究竟怎么发生 仔细看原来当时货车绿灯要执行 没想到一名骑士要右转 竟然直接往右切 司机不断反应快 开车技术也很好 先是把方向盘往右打 随后立马回正 最后甩尾停在路中央 网友直呼根本是车神 闪避骑士怎么会变成大甩尾的场面 原来货车车声本来就不轻 加上载运货物的重量 像这样紧急刹车就很容易失控飘移 不过货车像这样来个大甩尾 可是有相当大的几率会翻车 这回为了闪避试图贪快右转的机车 没有量或实在命大 破车司机恐怕也没想到 为了闪避骑士 竟然意味让自己成了动画主角 三线讯人张云杰 刘远郭颖 欢迎报道